Yo Yo Yo, What's up? This is Just Rug from MCK Floor Gangs 欢迎来到Expand Your Mind Season 2的第二集 今日的special guest就是B-Boy Astro, all the way from 澳门 那为什么我们这次不是Instagram Live呢? 因为Astro现在住在中国,所以Instagram就比较麻烦 所以就决定了在Zoom做这个special episode 最主要我想跟Astro聊聊天,去 listen 他的knowledge 听一下他的历史和他的experience 因为Astro在我的心目中 是一位最努力的B-Boy 从 Macau和 Hong Kong 过去年,很绝对地上 他有很多好好的成绩 主要是因为他很努力 所以我觉得他有路线和他的experience 所以他有很多其他人 去真的推出自己的level 到下一层 希望大家享受这个节奏 谢谢观看 欢迎来到Experience Your Mind 欢迎来到Experience Your Mind 多谢你肯做我的guest 有没有说录制之前 你们知道Crew有些事情是想跟 scene 讲 或者有些message是想分享给大家 才做这个视频的? 其实是B-boy 的好朋友做的 是他自己很想做 因为他也在以前的 scene 开始跳舞 这些我们讲的内容 这些认知都是 以他来出发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想讲的 大家有个碰撞 大家有个共识 之后才去做这条件 想说回以前 其实有很多内容 都没有铺起来的 我们讲了很多东西 我们聊了两三个小时 然后再拍画面 那个channel是什么 Great Mind Dance Alike 那个不是channel 他只是帮影片改了名字 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一段视频 我们待会看完之后 你可以分享些什么 好啊 我一起成长的 听不听到我呢 他一直push了我 我们以前看电话的时候 是一个社区一个社区 社区或者是中学的人 来过来call out 要踩到你死 那时候他想 那就来咯 以前大家的团队概念 是会很重的 你们这队来到我们那队 踩场 收下的东西我不做 等到下一次 我们再call out band 的时候 我才做出来 我就可以击败你 你猜不到我 以前那种态度是 现在不会有 我现在开始认为电视先 如果那个地团会很滑 那些事情 就会很坏 那些事情 不然会很坏 艰苦一些 但是会更珍惜 变成的机会 现在这条件很早 反应也永远不持不开 所以说回 chapter 1 为什么我觉得 chapter 1 有一件事 我觉得你说了我自己很认同 就是你那时候说 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 如果你和其他 可能有其他 crew 一起练习 你不会 就是想让他们看到 你有什么是自己练习 可能你想 keep it a secret 因为你刚才也自己说 就是在call out 在battle的时候 你才去出那些东西 让他们鼓励不到 那么这个想法 是你本身一向有 还是纯粹是因为 因为时代变了之后 才开始这样想的 我一向都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以前就是这样 以前那个 怎么说呢 以前澳门 就是这样踩场的 但是你来到 本来我在跳的 然后你来到这里 我就不跳 或者我做些大家都知道 我懂得做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 以前 怎么说呢 因为以前那个环境是很神秘的 嗯 以前就是 就是听传闻的 不是说好像现在 那么发达 以前是听别人说 哇 那个人打到十几个FA 那个人打到十几个什么 以前是听回来的 不是你自己去看的 然后 其实很多这些传言 那么你就会 更加努力去练习 但其实可能这个人到最后 其实原来 他不是打到十几个FA 只不过是 被别人说到是这样 那么你会变得 他过来看你练舞 你又不想展示自己的绝招 给他看 嗯 以前就是这样 所以 那个思想是一直 从以前影响到 来到现在 都是会有 有种这样的思想 或者是 现在 或者现在网络发达了 没有以前那种 那种 那么拘紧 但是 你始终 对自己有些保留 因为你始终要 就是 为什么 战斗的时候 要 用一种方式 啊 我觉得这个人很新鲜 怎样 就是因为你想 让别人看到你新鲜的一面 如果别人 经常都见到你 经常都见到你 做这招 就已经不新鲜了 对吧 也没有必要去战斗 对吧 嗯 嗯嗯 Alieness 也有说过一句就是 The best weapon 就是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如果别人打仗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会出什么招 那个 surprise 就是你 是 more powerful 到任何枪 都没有那么 powerful 因为你猜不到他做什么 那其实这个 idea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 你去 battle 因为你去 battle 基本上是好像打仗 你不想别人知道 你有什么招 因为如果知道你有什么招 他有机会 可能想定一些方法 去 counter 你的招 那你刚才说到 你当初在澳门开始 那说回可能 right at the beginning 你在澳门是 怎样接触hiphop 那样东西 是什么年份 你会接触hiphop 我接触这件事 最初我接触是 在一个叫 就是动漫节 澳门以前是一个动漫节 是的 但是澳门好像 只有一届还是两届 那就是 动漫节的时候 我看到有人表演 The breaking 然后 然后 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很想跳 很想学 但是呢 又没有途径 我又不认识那些人 那当时我没有开始 是的 是没有开始 但是一直都很喜欢 那是什么年 那是什么年 应该 02年左右 就是我第一次见到 忘了了 总之是01-02年 我见到这件事 就是亲眼见到 澳门就是01-02年 应该是 那后面 为什么会开始 因为有个中学同学 他有跳舞的 就是他 他开始了跳舞 然后就问我 你是不是有兴趣想跳 过来一起跳 就是这样开始了 就是当时 你见到什么人在表演 那时候 我记得澳门叫PekPek 那一班 我只记得他 但是我不太记得其他人 但是我不太记得其他人 有什么人 就是他们 然后 那个同学 跟你说了 他都跳开舞 那你是怎么去跟他学的 当初 他就直接带我去学 就是直接带我去 因为我们以前是在外面跳 一定要学 以前他跟那一班人跳 就是卡卡 嗯嗯嗯 我第一次见到 就是见到卡卡他们那班人 那你当初第一次见到 就是 你说先在动漫节 见到Breaking 接着你现在又见到卡卡跳 那你见到他们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自己的心里 是在想什么 你会不会说 我想学这个招 或者我觉得 很帅啊 我也想学 有没有说有些东西 是令到你特别 吸引你 Breaking这件事 当初见到的时候 只是 Win Mew 哈哈哈哈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你见到这个动作 就很想学会 就是 那时候 学会了就够了 嗯 就够了 但原来不是这样的 嗯 你去到后面 你得到这件事 之后 你继续想 继续去突破自己 继续突破自己 得到更多的东西 就是这样 但你当初不是一开球 就立刻 禁止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一个很勤力 很努力 你很dedicated 但当初一开球 你是不是已经是这样了 还是 是一个 有兴趣 玩玩一下的心态 去开始Breaking 这件事 一开球 肯定不是很认真 就是 玩一下 就是 但是 如果当初 就是 我说回当初 那个 目标是想 正如是想继续 训续 你有个目标 在这里 当时 你有个目标 其实你会 勤力一点 嗯 但是 继续继续续续 你联 ark之後 那么 可能你没有什么 目标的时候 其实就是玩一玩 那以前有一段时间 就是 其实大家不知道 下去干什么 就是上去 来 動兩下、跳兩下 以前聊天比跳舞多 有一段時間 其他人都不太認真跳舞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自己 慢慢 有些人不跳 你喜歡的你留下了 你留下了之後你會慢慢去想一下自己 為什麼會這麼喜歡 然後就慢慢在這個過程中 發掘了自己 真心喜歡這件事 一直繼續做 剛才你說過有卡卡在那裡 除了卡卡之外 還有什麼人在那個年代 你一到開啟練習的時候 看到還有什麼人在那裡 還有什麼人 都沒有跳舞 都沒有跳 只有卡卡 芥蘭 芥蘭也在 芥蘭也在 接著沒有了 其他人沒有跳 那時候Rock Lee也在那裡 Rock Lee還沒來 還沒來 我記得他還沒來 因為他後來才出現 以你所知你們算是澳門的 第二 generation 還是第一 generation 我的話 我應該是第二 我應該 就是Pak Pet就是第一 generation 那班 因為他們 應該跟卡卡差不多 開始時間 還是卡卡在後一點 我都不是很 反正就是 最多都是第三代 如果是我的話 因為之前 但是我聽過一個朋友說 以前澳門有幾個B波跳舞 很久以前 就是99年 98年那些 不是 更早些 這麼厲害 因為他跟我說 以前只有幾個人跳舞 然後就 好像去到八八八九年那些時候 還是九幾年 我不記得 反正他就說 以前有幾個人 在澳門 然後 其中有一個 在國外留學的 然後拿了錄影帶回來 是 然後就 有幾個人跳 就是這樣 那個人 後來我的朋友 是跟我說 有一個這樣人的存在 就是他們 你自己就沒有撕過去 沒有 所以澳門很久之前已經有人跳 但是就中間斷了 就是中間 他們 不知去了 哪裏做事 然後就斷了 然後 應該去到 99年左右 才有B波 然後就到你的批 2000年 頭那裏就開始有你們的批 是 是 OK 好 我們看看部分二 好 你過來 你就是想證明自己比他厲害 哦 好尊敬的 兩場 你去找一個Battle 呢 南龍哥哥小招 九龍哥哥小招 那個位置 我不會放你上桌 這個位置 我發自內心 你可以看到的 擺盡自己的狀態 我就是要擊敗你 無論你多強 即現在那些人太平衡了 你是會給我做的人 你抄了我的招 所以我就不會告訴你 利益太多 以前哪有比賽 你做了我的招 我直接屌你 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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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 啊 啊 最終想法和目標一致的b-boy 都是會走在一起 能夠和你走在一起的這班人有多麼重要是重點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白大家的目標在哪裏 從大家的練習彼兔上面是聽得出我想進步 我想繼續等我自己 當我遇到這班人的時候我覺得就是他們 拿著抱負和對自己有要求 繼續走下去 剛才我見到你那段影片裡說一句Statement 我想不只是你說 我想我經常聽的 特別是香港可能在亞洲這邊聽得比較多 人們經常說現在的環境太平衡了 在你眼中 你看回現在香港和澳門的環境 比起你剛剛開始覺得最熱血的階段 其實最大的變化在哪裏 為何會形成到現在的環境這麼平衡呢 現在的環境? 其實就像我這樣說 現在太多利益了 我自己個人認為最大的問題在這裏 因為太多利益衝突 因為你不會 就是organizer和organizer之間 其實有很多利益的衝突 所以每一個活動和活動之間 其實有很多 假如我弄了JAM 我會找回朋友的原理 你意思是 背後有些關鍵的事情在發生 因為大家都要維繫大家的關係 不是找回朋友 大家都要維繫大家的關係 譬如怎麼說呢 譬如我搞活動 我想你這些人都要來我 如果你們不來我 我就差很遠 但其實有很多人 表面上就可能是 比較平衡一點 但其實內裡不喜歡對方 就是這樣 但我又想你這班人過來支持我這個活動 就是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而且好像我裡面的影片 我講的那些事情 其實也是真的 因為如果 譬如你是一個給我做的人 然後你抄用那些招 我覺得沒有所謂 即是我就算有所謂 我也不會告訴你 你怕自己會影響到其他將來的事情 沒有所謂 對 會變成這樣 但可能 這個是 很多人都會介意這件事情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怕沒有事情做 我怕在這個圈 我 測罪誰 所以將來 沒得做judge 沒得做什麼 沒得做什麼 這件事情 是我自己覺得 比較重要的問題 當現在這樣 對 利益分別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有什麼可以做 就像你跟我一樣 如果 你明白有這個問題 但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去 去 不要讓這件事發生 還是我們是否需要很直 地跟他們說 我不喜歡就不能假裝喜歡 因為我覺得 這樣 其實你是 對不起自己良心的問題 如果你真的 不感覺到這個方法 但你又要 為了自己這個 就是飯碗 去假裝自己OK的時候 其實是 有些對不起自己 其實 其實這個 我覺得 也是個人 做人的方式問題 就是個人素養問題 個人 你自己 抱著一個什麼 信念去生活 這個 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 其實有些人 真的不介意 是啊 就是 我不介意 你抄我的招 嗯 不介意的 有些人真的可以 他們不要緊 也有很多人 不介意去抄別人 然後就 覺得沒事 即 是 擺明抄你的了 哈哈 他是擺明抄你的 你吹什麼 就是這樣 但是 撐不住 即 在我的世界中 我是理解不了這些人 想什麼的 嗯 但是其實 你換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 你在他的世界 他也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你會這麼執著 去講 這個問題 是啊 其實相對的 所以我覺得 即我自己從 即我自己個人 覺得 從一個 素養 開始 去做這件事 會比較好些 因為其實我 我是 其實是看很多 即我有時候會看一些書 看一看 怎樣可以 往這方面去 去 教育一下 嗯 例如我 我買了一本書 是講抄襲的 即是 他 講 你怎樣去避免 這件事 怎樣去避免抄襲 就是這樣 那裡面講了一個 點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 如果你在學校裡面 嗯 那麼 學生是 其實學生是 不知道 什麼才叫抄襲 是啊 那老師或者校長 你是應該要制定一個 條例 嗯 一個 一個規矩 告訴學生 抄襲的定義 是什麼 是啊 那麼 當你有了這個定義 譬如你是 大學A 那麼 你大學A 對於抄襲這個定義 有了之後 那麼大學A裡面的人 就會知道 什麼是抄襲 什麼是不好的 對不對 那其實BBOY的圈子 是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 譬如你是 我們這個圈 我們是 support original 的 就是我們是支持 我們不支持抄襲的 那麼我們有 這幫人其實 思想在哪裡 是有一個規範 就是什麼是抄襲 什麼不是抄襲 那麼這幫人就會 變得越來越好 嗯 那麼相反 譬如 學校B 是沒有抄襲這個概念的 他們怎樣抄襲都可以的 那麼他們那些人 就會變成那類型抄襲的人 是 其實我自己自身覺得 我是在 我覺得會 用自己的圈子去慢慢擴展出去 其實只能夠這樣做 因為 譬如 但是以抄襲這個定義來說 你不能夠 全世界這麼多人 不是我說什麼 不是我去解釋 這件是什麼事 就可以完全解釋得清楚 始終有人會反對你的觀點 所以 你只能做的是 就是用自己的信念去感染更多人 那麼 跟你同一個信念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 有個凝聚力 就聚在一起 就是我自己 覺得 你能夠 現在目前 能夠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 只能夠這樣 嗯 你說回剛才 你之前在澳門練習的時候 我想 以我看你們以前 可能是Rock Lee 你 Kaka 那個年代的澳門B-Boy 有一件事和尼加很不同 就是 你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那時候已經 會不會是因為 跟你說的 那時候你們的 Biting的定義 或者Originality 重要性 是和尼加的人已經不同了 所以你們那時候 是很 很專心地去Focus 去怎樣 將自己的風格 變成Original 所以你練習的時候 當你見到別人 Bite你的時候 你就會直接去 告訴他 這樣是不對 就是你有一個責任 去跟別人說 什麼才是Biting 如果你是Biting 是不對的 因為你剛才在一段影片 都說過 如果別人Bite你 就直接去吵架他 其實 這件事 當初你在澳門Coming Up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發生過 在練習的時候 或者是聰明的時候 你見到別人Bite你 你真的去跟他 跟他說 喂 你Bite夠我 直接在牆上夾 的啦 陶宥禮那麼多 說他 因為以前 其實以前是 有的 一定有的 直接夾的 然後差點打架 那些 日常都沒有打的 嗯 以前是 很簡單的 其實以前那個 線 每個人都有一招很厲害的 是 其實就是由這個方向去 引伸到 這個人最後的風格 變成怎樣 譬如我 我很喜歡做 Win Mill的 他很喜歡做 Flair 其實這樣就很清楚 兩種不同的風格 或者這個人 只是玩全球 以前就是這樣 或者這個人 專門就是玩頭轉的 以前就是這樣 一個人的招很厲害的 很純粹 很簡單的 但是 為什麼現在不同了 因為現在多了比賽 你要怎樣才贏得比賽呢 因為贏比賽的人 都是很全面的 然後 譬如我 其實我不太喜歡 Power Move 但是我一定要去做出來 在比賽上面 為什麼 因為我想贏 所以就變成 到底你現在是 享受 你跳舞 那個過程 做你自己喜歡做的 還是你想贏的比賽 但是很多人現在就是搞不清楚 這件事 就是現在 開始跳舞的人 就已經是為了比賽 對 作為一個目標 但是我們 開始跳舞 沒有比賽 我們只是喜歡跳舞 或者哪怕 我的目標不是贏的比賽 我的目標就是練一個Win Mill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 目標不同了 而且你會 變了 因為太多東西了 其實目標是我想贏一個比賽 但是贏一個比賽 但是贏一個比賽 需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你要all around 但是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這件事 譬如你不喜歡打空翻 或者你怎樣的 你就 逼自己練 變得很枯燥 這件事 然後你就對這件事 產生厭倦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人就是這樣 就是搞不清自己 想要些什麼 就是這樣 而且他們未必 跟你說的 不是因為 喜歡跳舞而跳舞 反而是因為想 比賽成績好 而跳舞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你 比賽成績不好幾次之後 你很快就會沒有那個動力 去繼續練 因為你根本就不是真的喜歡那件事 嗯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現在都可能 就是我 我剛剛回來香港 都覺得有件事 很奇怪 就是可能幾年前我回來香港 我會看到有個B-boy 衝得很厲害的 然後比賽時見到他 然後過幾年我又回來之後 那一批B-boy 是全部都不見了 可能 又沒有再跳舞 可能 去了上班 可能對跳舞 沒有了興趣 我覺得 有些可惜的 因為 當初我看到他們的時候 覺得他們是有潛質 還有成績都很好 但是好像 突然間一轉眼間 就 全部不見了 就變成那批 嗯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是要搞清楚 你想要些什麼 首先 嗯 通過跳舞這件事 你想得到些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 我打個比喻就是 我自己 其實 我上一年都不是玩了很多比賽 都是玩了8個比賽 整年下來 然後再之前 我有一段時間是 我不想比賽 我想沉澱 我大半年是沒有比賽 嗯嗯嗯 但是很多人就覺得 可能 我在這個圈子 我一定要 做些成績 我一定要比賽 沒有成績 或者我不比賽 我就寧願不跳舞 是 輸少少 不行的 一定要輸完的 不然就輸完 輸少少不行的 一定要輸完 就是這樣 很多人就是這樣 但是 我自己 以我自己為一個例子 我會去 我想我自己想要些什麼 嗯 譬如我真的想 我想贏一個冠軍 但是我贏這個冠軍 背後 我有一個目的 是什麼目的 譬如 有一次比賽 我講一個經歷就是 之前跟Mano Fusion 有一次比賽 就是在深圳 嗯 你知道吧 內地很多B-boy 都一起去搶錢 對嗎 對嗎 大家組隊 或者大家玩 one-on-one 然後分錢 對 那次呢 那次呢 那次是想跟團隊一起玩 的 是5 on 5 那我就跟Mano Fusion一起玩 然後呢 就 有其他人問我們 要不要玩one-on-one 不停叫我們玩one-on-one 一起玩 然後分錢 這樣 然後就跟大家說 我不想玩 亦都不希望你們玩 因為這次呢 目標呢 不只是拿冠軍 我想大家團隊有個 團隊精神 我想大家是有個凝聚力的 大家是為了培養大家的默契 而去玩這次比賽 嗯 那最後大家是沒有玩到one-on-one 對 因為 因為我是很清楚 目標在哪裡 我不是為了錢的 有時候是 是 但是很多人就是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可能就 以錢行先的 就是這樣 就是我去比賽 我現在去比賽 我是會有一個目的才去比賽 而不是說 我要去拿冠軍 這個 你去拿冠軍這個目標 是太 太廣了 是 因為你沒有一個很實質的東西 你拿不到 就是除了一個冠軍 嗯 譬如你想去拿一個冠軍 我想在這場比賽裡 好好地表現自己 我想自己能夠突破自己 比之前跳得好 嗯 這個就是目標 其實就不是說一個冠軍那麼膚淺 我認為是 現在很多人應該要去關注一個問題 就是你 你做一件事 你去比賽 或者你練舞 你的目標是什麼 嗯 就是你背後有什麼目的去做這件事 就是這樣 我覺得目標很重要 因為你沒有目標 其實你很容易 就跟你說的 很容易就會 對這件事沒有了興趣 很快就會 沒有了那團火 但是你剛才說過團隊的重要性 那段影片也有說過團隊的重要性 那說回你自己的歷史 那當初你在澳門開始 見到嘉嘉那班之後 你是 什麼時候加入你第一隊的Breaking Crew 還有第一隊的Breaking Crew 是哪一隊 開始就來了 因為開頭那班人 開頭那班人都沒有隊 大家都沒有隊 然後大家就一起玩 就叫HMC 最開始 HMC HMC 對 什麼意思 但是很搞笑 那個意思是 有個人就住在 我們以前跳舞那裡叫廣福安 那棟樓叫廣福安 然後 我們那時候也想不到叫什麼名字 然後那個人突然說 喂 叫HMC 然後我們問HMC的意思 然後他說 沒有啊 那時候 過來買樓的時候 那個人說 這裡叫HMC 就是港福安的後欄 那樣 港福安後廣 那樣 然後就叫HMC 就是因為這樣才叫HMC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叫舒奇 舒奇 但是男生來的 挺搞笑的 他還有舞跳嗎 沒有跳 沒有跳 可能一起玩了幾個月 一年半載 以你的記憶裡 記得 你HMC 就是第一次去參加比賽 或者去香港 比賽 第一次的經歷 你記得 你的第一個比賽 我的第一個比賽 嗎 不是比賽 以前那個是怎麼說呢 算是一些 GAM 比賽 我只記得那時候 染了金色的頭髮 金毛 然後我以前是玩那些 招腳上頭的那些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見過 但是為什麼會是那個風格 誰會引起你做那些 那種Flexible風格 沒有引起 因為以前就是 根松 現在做不了 現在不做了 以前就是根松 沒有其他 然後玩那些HOLOBACK 現在就 比較少一些 玩這些 所以你第一次比賽 就是去玩這些 第一次比賽 對 成績是怎樣的 第一次比賽 最初就 輸了 第一次比賽 還是頭八強 我記得 第一次比賽 我印象一下 有這麼厲害 那時候你的比賽 是澳門比賽 還是香港比賽 澳門的 澳門的 澳門那時候 可以說是 數一數二的BBO 在那時候是誰 就是卡卡 卡卡 他們 卡卡 他們 紫幣 他們那班 因為他們那班 叫做CO2 那當初你有沒有說 看到他們那麼厲害 像紫幣 他們那麼厲害 跟他們去 拜師 叫他們教你 或者跟他們一起練習 去 希望他們會 教你多些東西 讓你懂得進步 自己 有 一開始是 因為 我們那時候 是 隔離行 和隔離行 是 我們是這條行 然後卡卡 他們是隔離那條行 在對面 走過幾條路 哈哈哈 然後他們 以前很搞笑 因為以前 我的隊友 經常帶女兒來坐 哈哈 然後呢 以前 然後 然後卡卡 他們就很不喜歡 因為他們以前 老實說 他們以前 對跳舞的執著 是很認真的 嗯嗯 不會有女生在看 然後 他們念我 是很認真 嗯嗯 他就覺得我們這條行 那些人 就很不認真 又坐在那裡 又吹水 又叫那些女兒 對不對 是因為這樣叫那些女兒 就是以前 你知道嗎 其實小時候 已經是這麼執著 這件事 其實已經 但是現在 你不會看到這些人 你不會看到 啊 我對這件事很執著 執著成怎樣呢 這樣 可能有的 但是很少 現在就會 嗯 我以前也聽過 Rock Lee有時候說 你們 練習的地方 有時候可能會 整班真的 去人家練習的地方 叫人家 這件事 也有發生的 可能 好像是不是蛇口 還是不知道 有些VB球是 近著你們 澳門 可以去到的 然後 有時候你們會 約了整班 去call out 另一隊 在他們的sport 這件事 是不是也有發生 也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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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經常發生的 就隔不中 是甚麼原因 是想挑戰自己 還是去top sheet 還是去bite你 還是為甚麼突然間會有這個衝動 去他的sport 挑戰自己 我沒有去過挑戰自己 但是別人有過來挑戰自己 哈哈 被挑戰 但是以前 不是說 我在這裏 你一來 你們一來 我就過來call out 不是這些 就是 有時候都會過來跳舞 有時候會發生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真的要battle 我們會約的 是 以前就是用電話訊息 約的 只是 但是以前用電話訊息 約更多 現在看battle的人 你想想 哈哈 我們以前的行 我們以前的行 很窄的 也不算很窄的 然後 Joey的紀錄片 裡面有拍過 Great Border 裡面有拍過 那條行 那條行 可以側滿了人 哇 有人多到 對 以前是 但是你以前沒有 社交媒體 沒有這些 的 你只有 訊息 黑白手機 然後 你又傳給你 但是不知為什麼 譬如你今天約人 你 你明天要battle 你今天約 然後不知為什麼 很多人都知道 明天大家都很準時 然後那些人就過來看 大家站滿了 然後 多人都報警 大廈的人是報警 太多人了 塞住了一條網 人家在那裡 人家都過不了 要兜路 以前就是這樣 但是整件事很現實 很誇張 很誇張 真的很現實 很現實 你現在想起來 你現在想起來 很熱血啊 你現在想起來 你現在想起來 你現在不會看到這些場面 也不會說 我現在約你call out 很少這些 基本上沒有 這個年代 但是你當時 由HMC之後 就是HMC 對那支Crew 是 維持了多久 他們是否真的 是一支 去參加比賽的Crew 還是純粹你們是一群朋友 一起練習 所以才有這個名字 還是你們是一個 比較認真的一支Crew 去參加比賽 沒有啊 以前 基本上 基本上這支隊 是沒有一起參加比賽 是沒有比賽 然後那些人 就已經沒有跳舞了 哦 那之後呢 你什麼時候進一隊 可能說 現在我們所說的 比較 competition focus 的一支Crew 是哪一隊 對你們來說 比較battle 之前就是 Joker Crew Joker Crew 因為Joker Crew 是後來才有的 後來去到後面 對 如果你說 focus 在battle上 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說澳門 我是Joker Crew 嗯 嗯 那Joker Crew 你算是HMC之後的第一支Crew 不是 我是進過 Fame Illusion 的 OK 即是你 HMC之後 就是Fame Illusion 嗯 對 對 那一支Crew 如何開始 跟Fame Illusion 這支Crew 有那個聯繫的 因為卡卡覺得我勤奮 在旁邊看到我 嗯 他們可能看到 旁邊的人 都是坐在那裡 吃煙 出水 但他們是看到 在那裡練習 嗯 那他們聊我 聊天 對 然後 大家聊聊 目標一致 對不對 當時大家都是 熱血 奮鬥 那種 那種 對 然後他又叫我一起做表演 那樣 就熟悉了 然後就 不如入隊 嗯 因為我本身那隊 那些人真的不是怎麼跳的 是 那 很難進步 如果你很想進步的時候 你 你真的要找個合適的環境 才可以進步 對 就是因為這樣而開始了 後來離開是因為 呃 隊員有些爭執 嗯 對 隊員有些爭執 那就 離開了Film Illusion 但是 一直都很好朋友 嗯 嗯 跟 最關鍵的那幾人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就是跟卡卡那些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跟卡卡自閉那些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嗯 但是之後我聽過 你是不是都入過RA的之後 之後 2008年 對 怎麼又發生了RA 因為始終你在澳門 那RA是在香港 那RA那個 chapter 怎麼會進來 就是怎麼會發生RA那個 chapter 那時候是 我很久之前 我和金龍兩個人 去找阿菲和馬路仔 嗯 很久了 我想一下多久 應該 應該都2005年 金龍是Mango 對 Mango 對 然後就是 就是因為認識了他們 然後有聊天 然後就跟馬路仔和阿菲比較熟 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最初就找阿菲和馬路仔 對 然後就 大家一起 聊天 然後有 他們有叫我們去比賽 嗯 嗯 然後慢慢慢慢的 就是 都是想 因為想衝 然後就 跟了RA一起 那時候 嗯 但是是不是跟RA一起之後 你就開始 就是 就是 再出國 出遠一點 你是不是去美國啊 那些地方 都是跟RA一起去的 是 都是RA帶我們去的 那你第一次 就是你記得來講 你第一次 真的去美國 或者去一個 比較遠的地方 你第一次 的啟發 是什麼 你記不記得當初 第一次去 是Madison 是嗎 是 你第一次 在 一個 USA 那個地方 那裡 你的感覺 還有 有什麼啟發 讓你 啟發 啟發 啟發大了 哈哈 因為是第一次 第一次 自己去到這麼遠 嗯 怎麼說 然後 你去到 看到 那邊的人 其實就 沒有這邊 那麼拘謹 嗯 做所有事情 跟社會有關係 我覺得 這樣 就是 跳舞不會很害羞 不會 就是 想跳就跳 嗯 還有 那個氛圍是好的 因為 那時候在大學那邊搞 那個 Wisconsin 那個大學 嗯 是不是 忘記了地點 反正就是 來參加的 都是大學生 很多都是 一來看的 觀眾都是 而且很熱情 嗯 另外最深刻的就是 觀眾的熱情 還有 一些人對跳舞的熱情 就是這樣 你那一隊是 有什麼人跟你在一起的 那一年 就是你那一隊 阿菲 馬鈴仔 魚蛋 阿奇 阿齊 我 還有沒有呢 還有沒有一個人呢 那次 自閉那次沒有去 嗯 咦 不是啊 一零年他們都好像有去的 你去了一次 有 但他們跟另外一些人組的 OK 自閉都有去過幾年 Breaking the Law 那你在看 Breaking the Law 去完美國回到澳門 就是 你最大的變化 是什麼 對你自己的 development 就是你自己跳舞的看法 練習不同了 還是 就是有什麼 令你不同了 回到來之後 這件事情呢 就有點難解釋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去完一個 或者你感受完之後 給你那種 衝擊力是很大的 是的 而且你看過的東西之後 就會刺激到你的思維 我覺得最大的 就是那個 動力 嗯 是的 因為你真的去看 別人的文化是怎樣的 嗯 你現在是怎樣的 你會審視自己 很多時候就會 嗯 你會批判一下自己 現在究竟 你的跳舞方式是怎樣的 對不對 就是你自己是否喜歡 就是會想很多這些問題 就是這些衝擊就是 我覺得一個BBOY需要有的 嗯 一個BBOY需要有這些衝擊 因為你 怎麼說呢 你要反思自己 是 你要去想回頭 自己是不是真的 適合這件事情 現在我都會 現在都會 可能有事 做這一招 那到底這招 這招合不合自己做呢 或者是 能不能夠做得更好呢 會經常想這些問題 其實現在都會 嗯 但是之後 我想 除了 Flame Illusion RA Joker之後 那些人 聽Asha的名字 就會 associate你 Mental Fusion 那現在 你和Mental Fusion 那個relationship 從何時開始呢 因為現在你們看上去 真的是一個family 那樣 在這段影片 都說得很清楚 你整班人 想法是一致 所以才會在一起 那你怎樣 當初 由澳門 突然之間 又變成了 跟Mental Fusion 這班這麼朋友 這麼熟 做了一支隊 因為 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人出去比賽的 澳門 嗯 大概 我想都 我自己出去比賽 應該都維持了兩年左右 嗯 一個時間 譬如我去這個比賽 我自己一個出去 然後自己一個回來 嗯 其實都挺寂寞的 因為這件事 然後 遇到阿發 B-Boy Fire B-Boy Fire 哈哈 我們有聊天 那 他問我 為什麼這麼少 在大陸見到你的比賽 這樣 他問我這件事 那我就說 沒有 只有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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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一個比 沒有人組 然後他就說 那你跟我們組 這樣 嗯 那他就說了這句 當時 然後 因為這樣 就開始了 跟Andal Fusion 去比賽 這樣 然後 玩過幾個比賽 然後 然後 2012年 R16 然後 給了中國賽區之後 很自然地 就入了隊 其實 沒有說 你今天入隊 沒有說這些 大家都當了 一群人 就是因為這樣 開始的 都很久 都八年了 是啊 快九年了 我一直都很想跟你聊 有一件事 我覺得 最深刻 就是 你 給我的 就是一個很 很明顯的事情 關於你 就是你是一個 非常之 hardworking 的一個person 就是你跳舞 做什麼都好 由我第一天認識你 現在我是看得出 你是 就是 放很多心機 放很多motivation 在你的dance 你看回這裡的成績 都知道 可能你說 繼阿菲 猴子之後 真的 有一個 在澳門香港 衝出去 世界級比賽 有好成績 經常 有好成績 我想都是只有你一個 我想問 其實 剛才說過 自己一個 代表澳門出去比賽 自己一個去 自己一個 很寂寞 其實 有什麼 令到你 這麼 勇氣自己 這麼 可以一次 一次又一次 去 勇氣自己 你的最大的 勇氣是什麼 我其實 很簡單 以前 沒有想太多 以前 我是 就是想 看看自己 可以去到幾 遠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因為這件事 促使我 一直去做 因為以前 怎麼說 有些時候 就是我剛剛畢業 畢業之後 家裏人 經常叫我找工作 做的 我也有找工作 做的 我就會做些兼職 他們都想我找一份長工 經常問我 你跳到什麼時候 我經常跟他們說 因為這件事是我想做的 然後 你給我多兩年時間 就是這樣 就是 我是很想去證明給他們看 我是可以 就是 我想你們知道 我是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我是做一些我自己喜歡的事 但是 但是 前提下是 你真的要有些東西 拿出來給他們看 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當時我的想法就是很簡單 而且 最主要是 自己真的喜歡這件事才行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就真的很難有動力去做 老實說 我記得 之前你有段片 是好像 show a show 你說一說 你家裏人當初 就好像你這樣想 可能 問你什麼時候才跳完 什麼時候才不會跳 然後你是好像 是不是因為你的成績 或者你堅持 堅持地跳 就是 令到他們明白 其實這件事對你來說 真的 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現在 對你的understanding 是大了 就是 對你對跳舞的熱情 是明白了 你為什麼這樣做 其實最主要 我覺得是 跟他們溝通多了 嗯 因為小時候 我不是很會跟家人溝通的 其實 就是 可能 你自己心裡覺得 他們不了解我 但是其實你沒有說過 你心裡最真摯的想法出來 嗯 就是很簡單 譬如一件很簡單的事 都可以跟他們說 譬如 他們現在看到我 可以用這件事來養活自己 就不用他們擔心了 這樣 那麼 在這個過程中 我做什麼都會跟他們說 是 譬如我去哪個地方 我做什麼 我是教課 我是上課 還是做裁判 還是怎樣 這些所有的事情 我都會跟他們說 他們知道了之後 他們就會放心很多 還有 我會跟他們分享我之後的目標 就是我 接下來這一年我要做什麼 之後我要做什麼 那麼 當你有做一個計劃的時候 你家人就會比較支持你 我覺得 就是 他們擔心你 只不過出於一個問題 就是 怕你 活不下去 怕你搞不定自己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 現在 家人支持我 其實就不是因為 不是主要因為成績問題 其實 因為他們看到你是真的長大了 就是你懂得照顧自己的 你有安排的 你人生有追求的 就是這樣 我見你 就是 進入了分析之後 你一直成績都很好 其實你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歐洲有去過 美國 日本 韓國 如果我想問你 在這麼多個比賽裡面 贏也好 輸也好 讓你最有深刻印象的一個旅程 你會覺得是誰 就是 如果你想想 是一個 可能 經歷 未必是贏的 可能你輸了 但是你覺得那個旅程 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inspiration 你會是哪個旅程 對你最大的 記憶 我覺得 歐洲 歐洲 歐歐 歐西亞 焦局 歐洲 五所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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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是 大俠 歐洲 我們的歐洲 歐洲 六... 對 〜 divide Outbreak 也是匯集了欧洲最强的B-boy 是真的 歐洲的旅程是Outbreak和IBE 但其實IBE和Outbreak那班人都是一樣的 但是 因為第一次去歐洲衝擊很大 印象最深刻,最遺憾的就是沒有進入1-1 差一個位置,因為我是排隊 因為他的圈是選擇16個B-boy 但是我是排隊16的 因為有兩個第三名,同分 所以16名就進不了了 第一年去到 第二年去到也有玩1-1的 然後 我忘記了排隊 都是那些 11-12的,因為他有8個 所以又是進不了 就是1-1進不了 那次選擇8個那次 因為他好像是分4個圈 那次是,我記得 他32強的 這個旅程是 最深刻的,因為跟貓仔一起入了2-on-2 所以 第一場輸了給 Nordiamond,以及輸了給Fitches 16強 16強 然後 很有深刻印象 這個旅程 如何說呢? 去歐洲這兩趟都很深刻的 看到的人 讓你接觸到的事 因為不只是去比賽 因為有自己去旅遊,去逛逛 去其他城市 去那些城市可能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 又要解決 你遇到人和事,你會覺得 挺棒的 我覺得 多一點去感受才行 如果 跟你剛才說 你都去了很多jam 都達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你還有一個 motivation 是繼續push下去 如果說 有些新generation的b-boy 現在澳門也有很多 我看到泰仔 那些都是新浸的澳門b-boy 如果你說要給新的generation 一個advice 怎樣去push 你會給他們什麼advice 我覺得也是剛剛說的很重要的 就是 想清楚你的目標是什麼 首先 因為無論這個圈子那麼多人 對不對 這個圈子那麼多人 有從事各行各業的人 所以你要想一下你最想做的是什麼 因為你跳舞 這件事未必是你最想做的 其實就好像我們 例如我們喜歡打籃球 打遊戲 但在別人的世界 他職業選手來說 這件事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是不是 他看我們都是業餘而已 這傢伙也是不正經的 這傢伙打遊戲也是不正經的 其實是一樣的 現在的我就沒有說一定要 你是跳舞的 你一定要跳好他 你一定要練舞 你一定要點點點才叫b-boy 其實都不是的 現在不夠這種想法 以前會比較偏激 以前我也會這樣 對自己的隊友都很苛刻 很壞 回頭回頭 其實如果對於新一代跳舞的人 跳舞的b-boy,b-girl 你要找清楚自己想做什麼 你的目標在哪裡 當你有了目標 其實你就很明確 自己應該怎麼做 先搞清楚這件事 但大部分的人都搞不清楚這件事 其實就很糟糕了 我最後我想問 因為我知道你 除了自己參加比賽 你又教了很多舞 你又做台本 基本上你是 在b-b-boy越來越大 又去Olympics 你身為b-boy的身份 你對b-boy入2024的Olympics 你自己個人意見又怎麼看 你覺得這件事 是好啊 不好啊 還是兩樣都有啊 還是你自己本身的立場在哪裡 你覺得b-boy入2024的Olympics 就是如果你說好和不好的話 就 不用說好和不好的 我覺得 就是 這件事可能是社會或者是這個文化進化的過程 嗯 如果你喜歡這件事 譬如你喜歡Olympics 那你就去參加Olympics 嗯 你不用diss它 因為這個也是 文化已經在進步了 你不用阻止它去成長的 那如果你依然喜歡去Underground的Gam 你就去Underground的Gam 嗯 對嗎 那 我覺得這個是取決於你個人的喜好 以及 都是剛剛那個說過的 譬如你想這個文化怎麼grow 用你自己的 位置 你的想法延伸出去 給更加多人 我覺得你盡量能力 我覺得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 我不喜歡這件事 我不喜歡這個比賽 我就不去 或者我不喜歡Olympics 我就一定要抵制它 其實 不需要這樣 譬如 你喜歡去這個Gam 因為他 那些歌很棒 DJ很棒 他有Live Band 有這件事 那你就去吧 我不喜歡給Big Stage的 比賽 那我就不去 是 是不是 很簡單的 其實這件事 你可以 你去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亦都不需要 你不喜歡的事 其實 別人在做什麼 就是別人的事 就是 不用理會別人那麼多事 我自己覺得 所以 進入Olympics 如果以我自己 來講 我是支持的 是的 我可以玩Olympics 又可以玩underground的Gam 都是我自己的自由 現在 現在沒有說 你參加了Olympics 你就不可以參加Circle Kings 不是這樣的 現在的環境 現在都是很自由的 其實大家都仍然是很自由的 我也沒有覺得 有什麼限制 如果你覺得 我如果參加了Olympics 我就被人灌上了一個 運動員的名字 不好 如果沒有參加就OK了 我覺得 我只是說小一點點 例如 好像我剛才說 我都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 支持你自己的事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你自己 剛才你說的 你不支持就OK 但是你不需要Disk 你不支持就OK的 其實你不需要 不支持之後 還要踩幾腳 還是要Disk 因為其實 Disk那樣東西 是不會幫助那件事 其實 也不重要的 Disk你 最重要是你自己知道自己 你有那個freedom 去選擇 自己想怎樣 已經夠了 是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有得選擇 做人最好就是有得選擇 其他物種 沒有得選擇 其實做人已經很好 所以 多一點感恩 反而覺得我自己現在是會 感恩現在有的東西 會比較重要 就不是說 我看到這個人 不喜歡他的東西 然後還要吵他 其實不用的 我覺得 是的 還有最後呢 我知道 2020大家都知道 COVID就 發揮了很多東西 大家travel不到 那你自己 2021年來的 有沒有說有些什麼target 今年想給自己去 有沒有一些goal 去設定自己 去今年要 achieve 有什麼特別的 project target 想跟大家share 一下 將團隊帶好 是的 你以一個 其實我已經在隊中已經很大了 你 想想你 要用什麼方法 將下一代的人變得更加好 不一定是跳舞上的 他們 怎麼可以成長得更加好 這方面 也是 今年要做的 我還有Sketchers All-Star Mano-Fusion 對嗎 其他人都很年輕 2000年 97、98 很年輕 你要想想你怎麼可以幫助他們 成長得更加好 因為 現在又有Olympics 這些活動 有很多還有傳聞會 亞青會 很多都已經有breaking 現在他們 準備要參賽 可能今年 或者下年 這幾年 這幾年內 所以 要做的就是 目標就是 你怎麼可以令到他們更加好 以更加好的狀態去參加這些比賽 怎樣幫他們訓練會比較好 這個就是今年 我認為 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 其他就 其他事情就自己學習一下 看書的 自己喜歡拍片 自己用時間去進修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時候打算回到澳門香港 還是你都打算長住在那邊 暫時都會在內地的 現在暫時 應該這幾年都會在這邊 在內地幾年來的 住了多久 差不多兩年了 已經兩年了 差不多兩年了 哦 但是 沒了回來 都經常會回到澳門 回來 回到澳門 是 回去看家人 照顧一下他們 都要 接下來都打算在那邊發展 都 暫時都在這邊先的了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都暫時在這邊先 因為澳門 給不了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就出來了 是的 嗯 好吧 今天就要想一下 我們先 謝謝 差不多了 謝謝 Azro 謝謝 你的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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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